今天晚上的新聞現場 我是阿關 這不是新聞 這是你我的口袋 美股大漲 台股為什麼跌呢 台股澡盤漲 又為什麼盤中開始沙呢 我們來看在盤中走勢 您可以明顯地看到 從10點鐘左右開始出現了 強大沙盤力道 指數澡盤曾經一度來到 167074點 曾經一度大漲216點 而且澡盤是開得很高 開高將近200點 而且盤中還曾經一度走高到 大漲216點 沒有想到10點過後 突然之間出現了沙盤力道 一路下沙 讓台股在今天收在牛年最低 15820點 而量也縮到牛年最低量 2813億 誰是兇手 我們帶你來看 每股的電子盤特別是科技 那打個電子盤目前大跌了 1.88% 大跌了超過200點 盤中電子盤開始沙之後 台股也跟進沙 而且不只台股跟進沙 雅股都出現開高走低 我們來看到在今天沙盤的提款機 是台積電 因為外資在今天賣超了167億 光光台積電這一檔個股 就賣超1萬張 除了台積電之外 聯電繼續賣 我們看到聯電下沙最低點 還來到了46.05 46.05 所以在聯電跌破50之後 無動 繼續 好在今天盤面上還留意到中小型股 包括像貼玉也出現了擊殺 IC設計出現了強弱分級的走勢 同時電動車也出現了強弱分級的走勢 畫面上這是貼玉達到了跌停板 什麼是強勢股呢 傳產成為資金避風港 所以畫面上我們來看到 台達化在今天亮燈漲停板 油價上漲是最主要的支撐力道 好這個盤怎麼看傳產是主流嗎 要開始跌了嗎 趕快來介紹 來到節目現場的來賓 邀請到資人分析師王映亮 阿光好 大家好 資人分析師連錢王阿文三 阿光好 大家好 邀請到萬保投資總監蔡明湘 大家好 財經系助理教授謝辰諺 阿光好 大家好 資人分析師謝忠林 專家好 大家好 趕快帶你來看 台北股市在今天就業報告 又於預期美股大漲的情況之下 竟然軟腳開高走低 中場收在15820創下牛年來收盤的新低點 而台股翻黑萬六得而附涉的情況之下 最主要是用外資連三天賣超 三檔法人賣超了184.13億 在剛剛稍早也告訴你 外資在今天賣超了167億 而台積電是主要的賣超標的 賣超了1萬張讓台積電股價跌破600 很多人在等台積電破600 破600的台積電能賣嗎 等會再來請教現場的來賓 不過我們先來問行情 台股明天怎麼看 請舉拍 我們看到本塞 音量差 然後晨諺也是差 但有兩個圈 鍾琳和蔡總 蔡總是放在中間 來 鍾琳是最樂觀 基本上本節目的多方水果堡壘應該剩我了 所以我應該要堅持下去 剛才先生姐一開始講到台積 你不能因為你是多方堡壘就一路堅持 你不能做死多頭 不是死多頭 像剛剛卷英傑講到台積電的問題對不對 台積電在600以下 其實600以下不是只有我看好 上禮拜 不是很多人在等600以下 那真的到600以下 你相不相信很多人不敢賣 後面長上去就敢追了 都是這樣子 上禮拜我們的理事長張錫也說 長線來看這地方是OK的 其實這個地方 我認為其實台積電這個地方反彈 說真的它也談不了多少 它就是盤而已 那台電如果說盤的話 台穀這地方它也是盤 那其實我要跟大家提的是 這個地方其實台穀如果盤的話 其實它是個股表現的格局 大盤這地方是外資跟光股控盤 內資控是什麼 你OTC是內資跟光股控盤 所以這個地方你說 大盤跌是不是所有國家都不能做 其實我認為不是 因為OTC完全不一樣的格局 我要問一下 等一下再來看OTC 我要問一下 你也是多頭堡壘不是嗎 不是只有他 你也是啊 過去曾經是 不然一直都是 那你今天為什麼舉差呢 因為我舉差不是認為說 它會大跌 就是說明天可能還會有一些空間 因為最主要再說今天 我們剛剛我們在錄影的時間有沒有 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好像又漲了兩%左右 所以可是它沒有過週五的高點 所以十年期公債殖利率上來的時候 美國科技股就會開始跌 所以就是為什麼現在這個 NASDAQ的指數 跌比較重的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會怕說 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今天晚上又插槍走火 突然創高 那可能明天台北股市 還有一點空間 往下修正 好 所以請這先請王 到底兇手是誰 是美國股市 所以請蔡總帶我們來看 蔡總為什麼放在中間 是不是因為美國股市現在確實相對的比較動盪 這個上個禮拜五參院通過了1.9兆美元的紓困 這個利幣參半 但對美國股市 當然這是一個資金行情 所以美國股市漲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你看這個飛龍就位報告 他二月份37.9萬人 起來 表示沒有這1.9兆 美國經濟其實已經在互輸了 這告訴我們觀眾一個重大的事情 不會再有下一輪的刺激了 這是拉斯洛萬 最後一輪 那我們是要把它當利多還是當利空呢 沒有刺激雖然是壞事 但是不需要刺激就變好 這是好事啊 但是對亞洲對新興市場是利空 是利空啊 為什麼 我們看美元指數 我們到去年3月份的時候第一輪 3月份的時候第二輪都有一個現象 一宣布了以後 美元指數是跌的 美金就因為印更多的鈔票 QE 但這一次不一樣 事實上來 現在美元指數已經回到了92點 這什麼 因為你是最後一團的QE 最後的派對 對 所以美元開始利空 對美元來講利空出境開始漲 所以對亞洲股市 我們證明一下 那對亞洲股市不好 你為什麼放中間 因為有一部分的股票會漲 而且會漲得非常的兇 你看大陸的股票開高走低 韓國股市 香港股市 包括我們台股 老實講我們台股還跌最少的 但是都開高走低 為什麼 沒有資金行情 那跌最深的 就是因為1.9兆的負面是什麼 負面就是通膨會上來 通膨會上來 通膨上來的時候科技股就不利 這我們已經講了很多 所以你看大陸的創業版 科技股今天暴跌將近5% 5% 恆生的科技指數跌了6.4% 很可怕 好 那我講一檔股票 比亞迪汽車 我們講一個例子 比亞迪汽車 打到跌停板 跌停板 我們看K線 因為大陸的電動車 未來汽車 小鵬汽車 理想汽車 都已經跟進Tesla 在美股跌了 但是終於今天開始傳到了 在亞洲掛牌的電動車 比亞迪 跌停板 創波段性低 我告訴你 台灣的電動車高本利比 小心了 我們看355R的同志 這一波漲最多的 本利比最高的就是它 今天已經大跌 小心了 9% 廣語是不是也來看一下 2328的廣語 廣語沒那麼 長那麼多 但是也差不多同一個型態 也殺得很兇 跌了4% 也是電動車題材 所以明天的話 要注意到這個族群的 可能的利空 好 這就是為什麼蔡總放在中間 但剛剛宗林說要來看OTC 對 如果說以OTC來看的話 其實 多頭堡壘 應該這麼講 台灣的股市是加權股價指數 如果說大幸股不動的話 它真的不會動 但是OTC的部分是不一樣的 它跟指數沒什麼太大關係 如果說你看這OTC的話 我們最近是不是一直在整理對不對 如果說你光看這個地方整理 已經整理9天了 也就是兩個禮拜都在鬼混 但這個鬼混 它連前面這兩根紅K都還吃不掉 所以它是什麼 它是一個強攻 然後緩跌的格局 那我們再看這個均線 均線 這個是十字線 這是月線 這叫金線 它現在怎麼樣 它是一個多頭排列 多頭排列代表什麼 多頭排列 它是多頭啊 它連那個 如果說我們要講說 這個地方是賣點的話 這個地方起碼要有什麼 死亡交叉 第一個賣點 那你死亡交叉沒有 所以這什麼 這是漲多的一個整理 也就是 就OTC來說月線沒有破 然後兩根紅K棒 守了九根黑K棒 就九根整理的K棒 所以這算是一個 就個股表現 個股表現的話 最近是不是很多股票 都是大幅的整理 或是說有掉下來 比如說跌破月線什麼的 但是有時候在這個地方 你可能要稍微反向思考一下 因為很多股票 因為像大盤這個地方 剛剛跌破月線對不對 但是有些比較弱的 或是說有些短線客擊殺的 它倒季線 但倒季線這地方 你不要看太壞 為什麼 我們舉一支 我們在去年到現在 講過很久的一支股票 叫8358的金居 這我們之前跟大家提到過的 那我要跟大家提什麼 先你看這個部分 它第一段長起來之後 一直整理到這邊對不對 先你看這個地方什麼位置 這是季線 我們如果說把後面 這個地方遮起來 它後面是不是長上來 還創新高 我們如果說這個地方 全部把它遮起來都不要看 我們就光看這裡 請問你覺得這個地方 你會想買嗎 很弱 很鳥嗎 這那麼鳥 都破月 就不是做了一顆頭了嗎 對 做一個頭這麼鳥 但是呢 但是多方的股票很奇怪 如果說它趨勢走多的話 往往到季線 它會成為什麼 成為大家重新集結的一個位置 所以說像這種地方 到季線的時候 它又開始漲 整個都達到創新高 所以如果說以這個部分來看 我們來看今天那個 比如說比較弱的 比較大型股的部分來講好了 比如說大型股 或者說像這些影響人氣的 像這個南電 嘉陵這些 這是真弱還是假弱 有的是目標價到了 那有的是這個地方 長度在休息 比如說像這個 我們先看這個 不是 你先告訴我 哪些是真的轉弱 哪些只是短線 稍微氣墟一下 還有機會再上 我認為氣墟一下在上 像這個南電 喝了在上的 對 它做什麼的 它做那個ABF宅版對不對 南電 這個是幹嘛的 其實外資目標價不是在二開頭 是四開頭 為什麼調這麼高 所以你意思說 小小還會上去就對了 小小還會上去 今天是高檔整理 這麼第一支 第一支越來越來而已 那這種股票基本上 它是跟台積電的3DIC有關係的 這支小小還會上去 另外呢 另外這個本益比太高 而且是做夢的 做得有點過頭 我認為這個要稍微休息一下 這個是殺真的 對 因為紅衛集團 紅衛集團電動車基本上 那佳琳呢 佳琳這個也是漲太多 它現在 轉弱了 對 這兩個基本上 都是電動車的體產 然後這個天玉 天玉已經漲 這起很多了 轉弱了 但是它現在 到今天這個跌停價位 基本上我認為 你可以稍微留意它 為什麼 它今天號稱可以賺10塊到15塊 所以打到這個位置 其實它已經慢慢修正 它合理本一筆了 所以你覺得它會洗洗又起立嗎 洗洗又起立 因為它不是電動車 對 它不是電動車的部分 而且它的慘的沒有問題 好 天玉 對 然後像這個九陽 這個是聯發科要併它 結果沒成功了 這是屬於比較做夢的 做夢 做夢失敗的話 基本上我認為像這種 比較稍微避開一點 避開 對 那像這個民安 民安我認為公司很好 如果說你要報的話也可以 不報也可以的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 因為它這個目標就要到了 它是有賺錢的 那目標到會怎麼樣 它會在上面 就拉上去之後 它會在那邊停住 所以像這種比較 就是在這個地方 如果是在那邊整理來整理去的話 就是你不用浪費時間 但是像這些股票跌下來的時候 有沒有 今天的跌 漲跌叫做五五波 也就是你不要看到這些跌的 有沒有漲的 有啊 漲的股票也很多 像這個都是漲的 所以中小型股這些是漲的 中興店 續品 覆橋 連結 值得 勵志 對 沒錯 像這個是夢裡在警示 它明天警示就開了 明天警示開了搞不好 它這個是有點創新高 它已經創新高了 明天要警示了 搞不好明天警示結束之後 它就上去了 然後像這個續品 這個續品是做電競的 電競的它今年大陸有一塊廠要賣 這個EPS貢獻出來回來是20塊錢的EPS 今年可不可以賺到4塊錢 也就是今年如果說可以賺保守一點 3塊半到4塊的話 它有一個業外的利益20塊 目前在這個價位 這個是股價撈起來 如果說你看它現行的話 是股價撈起來的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它原來是一個個股表現的格局 那個股表現的格局的話 我認為就是大型股如果不動的話 台股不太會動 但是個股表現也要持續 所以大型股不動 動的是中小型股 大型股不會動嗎 音亮 其實也不見得 因為今天盤面上還是有一些電子股 比較大隻的也是逆勢在漲 你可以看到這個宏基有沒有 這股本也算蠻大的 但它今天也是在漲 那你可以發現到 其實外資今天是賣超166億 但是它不是說所有的電子股都在賣 它針對有一些電子股也是在做買超 其實你看到這六檔股票裡面 除了這一檔它賣超200多張以外 其他全部外資都在買超 所以像宏基也是大型股 也是大型股 其實表現還是不錯 還是不錯 那這個裡面就是說 你會發現到技嘉 宏基 以及加白玉還有金像電 都是跟NB有關 所以NB這塊業績我覺得還不會太差 第三季 第四季訂單可能 還會相當的不錯 那今天很多人問說 這檔股票到底不要追 我們看它K線型態 仍有 我建議大家就是說 如果你看到報紙在寫說什麼 接訂單接到一年之後 股價如果有大漲那是OK 如果說沒有大漲 像這樣子漲一點點 你自己就要小心 結果它回撤到月線 搭配這個利多可能有漲 可是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還是有一個 十日均線的反壓 所以反壓沒有過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不要亂追 我覺得這檔股票稍微 大家比較保守一點 可以注意的是什麼 是2353的這個宏基 為什麼 我們來票宏基 我們看到宏基的K線型態 宏基目前來看 這個地方慢慢開始 有沒有 季線這個地方慢慢上來 它還是有機會 而且最新的消息是說 它在這個泛歐洲地區 框布克現在市占率又是第一名 這是最新的消息 所以我覺得 今年以來外資對它買超 大概十億萬張左右 我覺得後面還是會有機會 那我剛剛舉X的 對大盤舉X的原因在於說 我認為明天可能還會再跌一點 因為你擔心公債殖利率 不是說全面看空 我對明天航行看法比較保守 但對這週的看法 我是相對樂觀的 為什麼 雖然說這個 納斯達克指數 最近起伏很大 但是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上個禮拜五 這個地方已經出現很長的下影線 所以縱使今天就是說 晚上可能納斯達克再跌 只要跌沒有超過500點 因為這個空間大概500點 只要跌沒有超過500點 我覺得在明後天 甚至大後天 它這個地方還是有機會 形成一個轉折 為什麼 我們看到很重要的這些科技股 像特斯拉股價 特斯拉股價其實 最近是跌跌不休 可是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它已經快跌到 12月起工的一個起漲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跌幅 應該是有限 就是說縱使這兩天 它有一些震盪 再撤 可能撤到這個地方之後就會直穩 那直穩的話 剛好是怎樣 代表說這個地方 有機會形成一個關鍵轉折 然後你再看到一段 很重要的蘋果股價 蘋果三月有新名發表 它也是一樣 一樣是最近跌跌不休 可是慢慢開始 有一些下影線出來 那這個地方它是有機會 回撤到12月起漲點之後 做直穩 所以這裡它是有機會 形成一個關鍵轉折 所以我覺得後面還是 個股操作 選股比較重要 短線洗一洗又上去就對了 對 好 但是外資連續一直賣 是我們擔心的 所以我們來看看到底外資 在今天賣了什麼股票 外資當然從金眼雙雄來提款 聯電賣了 聯電賣了兩萬五千張 台積電賣了一萬張 主要就是這兩個 那因為油價上來 連華航都開始了一個調解 另外No Flash的華邦店 旺宏也都賣 不過旺宏可能他賣錯了 為什麼 他公布的二月份營收 其實是月正的 業績沒有衰退 所以你覺得外資有可能是 錯殺 也剛好跌回這個起漲點 那二月份的業績是不錯的 這個是可能是錯殺 但是重點是買什麼 重點是買什麼 但是賣什麼的 我們還是要看一下好不好 賣什麼的特別是 金元雙雄要請蔡總辦 我們來看一下 聯電賣不少 兩萬五千張 台積電賣了一萬張 我們來看一下聯電和台積電 我們先來看聯電台積電 聯電的話 這個地方非常明顯的 已經是一個M頭了 然後 不過他公布的二月營收 只有月減3% 這個老實講是優於預期 因為工作天數少了那麼多 所以我認為明天聯電 有可能會反彈 因為中興這個利空殺這麼深 難道還沒有殺完嗎 應該是說 所以利空消息反應得差不多了 應該是這個階段 反應了以後 有業績的支撐以後 應該短線緩彈 但短線怎麼走 我們未來還要觀察 現在很難判斷 好 我們等會要來投一下票 那我們也來看一下台積電 台積電的話 我就比較擔心 因為台積電 老實講還跌得不夠深 假如能進一步下跌 這個是584 進一步把584給破壞 能再拉一根紅K的話 那有可能是短底 但目前明天還要再觀察 六百以下台積電能不能買 等我也來舉一下牌 我們來看一下 那到底外資在買什麼 老實講 買兩種 只有兩種 觀眾看好 在通膨的引誘當中 台灣的話 第一個叫架子型的電子 有打 然後勤創面板雙弧 剛才音量講紅基 然後筆電的音業打 基本上這一些電子的話 以今年預估的EPS的話 本益比在十倍以下 就價值 所以價值的電子 有的其實是大型的股票 第二個 他開始買原物料 所以華夏今天大買了一萬多張 那台達化六千多張 所以只有兩種 我們再講 價值型的電子跟原物料 就是外資的資金的避風港 不過我們看一下華夏 華夏 因為今天他的股價 是創下波段的高點 然後這個看外資大買 他二月的營收是只有月減3% 他所有的塑化他最好 就是PVC的需求很好 所以雖然今天他漲停沒有鎖住 但是一般意料 可能網上空間還是存在的 好 針對外資的買賣超 我們要來投一下票 我們先到賣超那一張 好 我們先來看賣超 剛剛有談到 聯電 台積電 晶圓雙雄 以及航運 因為油價在漲 不管是航空還是海運 都成為賣超的標的 我們先來投聯電 各位 怎麼看聯電呢 請舉牌 我們看到 蔡總認為聯電有機會反彈 中聯還是圈 多頭堡壘 我是有理由的 不是亂局 陳彥氏 差 然後燕亮哥 阿不然是 三票差 兩票圈 阿不然是 對 我們還是跟上次所講的一樣 就是說這個中興所造成的 一個負面衝擊的話 到目前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其實還沒有解釋清楚 所以沿著上的話 我覺得聯電短期裡面的話 在現行架構方面的話 仍然還是弱勢的 所以利空還沒有反應完 對 六百塊以下的台積電 能買嗎 又請舉牌 六百塊以下台積電 好 中聯還是給缺 陳彥氏放在中間 蔡總給差 阿不 蔡給差 來 音量 因為台積電的製程 比較屬於高階的 那中興事件 可能跟聯電影響比較大 所以你會發現到 聯電破季線 可是台積電季線還沒破 所以我覺得台積電 越接近季線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搞不好會出現一個 關鍵轉折點 好 我們也來看 那外資買超的標的 剛剛談過了 有面板 價值型的個股 以及原物料組織 我們來投一下 友達是在今天買超 第一名的 兩萬零六百九十一張的 友達 各位要怎麼看 友達的後事呢 請舉牌 那就圈圈一致 五個圈 所以友達是一致通過 我認為有機會往上走 好 我們來看看 到底哪些個股是 未來的多頭火種 傳產是值得留意的 剛才看到 外資開始買了華夏 所以請聯老師幫我們來看 阿布塞幫我們來看 到底傳產有沒有可能成為 未來排面短線上的主流 因為現在的話 是漲時重視 跌時重磁 反而現在大家會去找一些 重磁的比較好的 譬如說以台南華為例 前三季賺三塊三 等於是一季賺一塊一對不對 公佈第四季的獲利賺2塊2毛8 就5塊5毛8 你看第四季就賺2塊2毛8 這獲利太棒了 直接就拉漲停 那國養的話 去年前三季賺6塊8毛4 那整年度可能賺7塊5到7塊7 那如果這樣換算 他可能配股配5塊錢以上 以40塊來講 他現金值利率可能10%以上 甚至12% 13% 所以原則上現在再考慮一個 現金值利率的一個問題 那第三個是陽明海運 因為現在貨櫃還是缺櫃 所以過去你要買貨櫃 你要前一週去訂 現在要前三週去訂 所以現在貨櫃的話 還是搶櫃 還是搶櫃 但是我們看到海運開始在賣了 對 擔心油價成本提高 對 但他今天為什麼會穩定的話 應該還是跟他目前缺櫃 還是有關 那另外的話就是這幾天的話 盧宏有一些研究報告 裡面大概講就是Nike 今年的訂單非常多 成長兩位數字 所以紡織股以藍紡為例的話 他的股價就表現很好 那東河鋼鐵剛好一群行鋼 三月份漲900塊 他獲利也不錯 所以原則上現金值利率也很好 那大成的話他賺3塊6 那如果配大概2塊7左右 那這樣換算 他現金值利率應該是5%以上 那5%以上現在目前在現金值利率的話 也是算一個很好投資的一個標的 當然要幫我們所有的投資人問 船長會是短線主流嗎 各位怎麼看呢 我們也請各位舉牌 請舉牌 船長會是短線主流嗎 四個圈只有你是差 你就是整四人要點主就對了 電子股現在拉火 我覺得是很好的一個介入點 反而應該去買電子 對 你不要看到華夏肩漲 台大華肩漲就去追 因為現在油價又開始跌了 最新的期貨價格它現在下跌了 所以你是逆向思考 對 我就要逆向思考 大人應該電子跌下去買電子 沒錯 那應該買什麼 就是現在就是說 整個中國大陸 它在發展這個半導體 最近聯電 台積電比較弱勢的原因 就在於說中心世界 那第二個就是大陸 要擴大投資半導體 這個習大大講 我要投資大概42兆新台幣 要去發展第三代的半導體 那在這幾天上海的鄰港 也發布了第三代半導體的一個計畫 那所以第三代半導體 這個未來一定是顯學 那這個裡面有什麼可以注意呢 我們先了解一下 什麼叫做第三代半導體技術 第一代半導體技術叫做矽晶圓 這個就是矽晶圓 黑黑這一塊 那第三代就是氮化加碳化系等等 這個就是碳化系的晶圓 它有點像這個褐色的 這個墨綠色的一個透明狀的 那它跟矽晶圓的差別在哪裡呢 很簡單喔 就是說碳化系的它的一個承受的電壓 是比較高的 我們以1200伏特的系統來看喔 這個是碳化系 這個是矽晶圓 矽晶圓的耗損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非常的高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用成碳化系的話 可以大幅的減少所謂的系統耗損 大概降低80%左右 所以這個部分 未來很多的電動車一定會導進去 因為電動車你要充電嘛 所以充電進去電壓會非常的高 所以碳化系的部分 它在功耗 耗損上是非常好的 所以你會發現到最近的這個 保時捷推出了一款Tacan Turbo 這個全電動車 它就是採用什麼 碳化系的一個充電技術 所以未來很多的電動車 一定會導入到碳化系 那我們現在就找說 就說中國現在在義貨風做什麼 我們就跟著去做去買 就可以找到標股 像什麼 像中國大陸之前 大量採用RISC-V的開發晶片 所以造就什麼 造就653N金星科 漲了346% 對吧 然後3661的四星KY 中國在拼什麼 CPU在地化 晶片自製化 所以它股價從低檔 漲上來漲了570 對 漲了5倍左右 那現在它全力發展 第三代的半導體技術 那台灣的部分 我覺得4934的太極 可以注意一下 因為它現在有10台的 碳化系的掌金設備 你要做碳化系 這個掌金的設備一定很重要 它現在有10台投入 第一季要開始做一個 投入營運的動作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 就是說台灣現在 第三代半導體技術的概念股 像漢磊加金 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 但是我們從獲利能力來看的話 漢磊還在賠錢 所以他今天殺尾盤 那加金的部分 你看到賺0.06 有掌金技術的台灣應該只有這兩家而已 加金跟太極 太極去年已經賺多少 前三年已經賺0.16了 所以代表說它現在 這個營運的確有在好轉 再加上什麼 它最新公告的2月份營收裡面 2月份的營收是月增59% 2月份大概過年耶 天數超級少 它還有辦法月增59% 為什麼 就是因為它這10台的碳化系掌金設備加入 所以它營運開始上來 所以我覺得 如果說未來中國大陸全力發展 第三代半導體技術的情況之下 這個是有機會跟 金星科跟四星KY一樣 有機會做一個波段大漲的動作 好 這是晏亮的旋骨 我們來聽聽多頭堡壘的旋骨 好 先跟大家講一個好消息 台子電子盤現在已經回平盤了 好不好 電子盤現在已經回平盤了 電子盤已經回平盤了 多頭堡壘一直捍衛他的多頭 對 所以這個約剛好是投信作帳 投信作帳的話 投信作帳的股會不會動 你看這些股票 這都是什麼 最近投信有在買的 然後呢 對 投信在買 然後呢 投信在買 群創 中鋼 榮成 東鋼 華夏 金像店 我認為你可以留意什麼 你可以先留意金像店這支股票 進可攻退可守 是怎樣 我們來看下一張 你剛剛不是舉傳承會是主流嗎 沒有 電子也會是主流 雙主流 對 雙主流 就是你的操作裡面 可能要有一部分的傳染股 可能五分之一就好了 好 那我們先看這個 金像店在做什麼的 其實它是做那個PCB版的 主要是做伺服器版 那伺服器版 Intel現在怎麼樣 Intel現在推了一個 新的伺服器的平台 伺服器的平台 現在已經開始拉貨了 然後呢 是記記真 也就是第二季會比第一季好 第三季會比第二季好 然後第四季會比第三季好 第三季開始要出什麼 出那交換季的 400區的板子 也就是說 就基本來說沒有問題 那EPS的部分 法人大部分都顧它今年 差不多五塊多 比較好的像那個上個禮拜 有一個股五塊七的 我們假設五塊七好了 現在股價多少錢 股價不到六十塊 這本益比才十倍 而且它不是那種什麼 長到天上 那拉回合很大的 基本上沒什麼長到 本益比目前十倍 也就是進可攻退可守 我上面本益比拉開 你伺服器哪有什麼在十倍 本益比基本上都十五倍左右 所以呢 所以這個部分是OK的 那再看技術面 沒有長過對不對 沒有長過 而且呢 而且這一天大盤是不是鳥鳥的 但是呢 但是不好意思 它這個創了這個平台的高點 那創這個平台的高點的話 可是我覺得它看起來也鳥鳥的 我們股票是看後面的 這個是 這個是看起來 它是還沒長 也鳥鳥的 不會…這個 過幾天你就不會覺得很鳥鳥 不會…就不會鳥了 你表現給我們看 表現給我們看 你表現給我們看 你覺得不錯 為什麼 好…你表現紅吧 這禮拜是不是那個 三月份投信作章對不對 到今天是不是第五天 如果說你看投信作章的話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投信這個月開始 天天都在買 而且今天又買了1900多張 快要2000張 而且不僅投信在買 外資也在買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它從三月開始 都是外資投信 我們看一下牌中什麼事 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牌中什麼 看它今天表現怎麼樣 收紅… 這樣喔 差點要站上整齣關卡 如果說站上整齣關卡的話 今天表現也不錯 也就是 如果說你就記住面的話 沒怎麼漲到 然後本一筆又 剛剛面上去 而且一樣 均線多方排列 而且這個排列怎麼樣 它是向上的 不是平的 它已經開始怎麼樣 開始搖去 然後創新高 今天大盤開高手低 它是怎樣 它是有創新高的耶